你知道的 我就是一直都喜欢时尚 那是我全部的所爱和所想 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你穿什么 不管你是谁 做什么 穿着是我们的判断标准 你给世界带来什么 对 是你对这个世界忠实地表达自己 我想你花了心思 人家是会察觉到的 我们什么时候最注重穿着呢 为了工作面试 还有第一次约会 或是一场婚礼 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些场合花额外的功夫 但是却不在日常生活上花点努力 你认为日常生活里也要努力打扮吗 当然如此 时尚最让我心动的就是 在时尚业工作不全是我们想的那样 在时尚领域里 人们都很聪明 很有艺术气质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最新的手提包 最新的时尚潮流 我们还会付出额外的努力 这是审美 就像你会为家里请一位室内装潢师 这就是时尚造型师 时尚 这个非资上亿的产业 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 从我们听的音乐到电视再到电影 你相信我 不 音乐 电影和时尚都是在一起的 比如今年春季的广告狂人热 所有人都想要那些长裙 项链还有发型 人们在Banana Republic面前排长队 就是为了买这些 这一季的新秀是唐顿庄园 我发现很有趣的一点 时装秀上很多设计师就借用了里面的风格 爱德华七世时期的风格 我开始做Terra Style DC的时候的第一个客户 我们约了几趟 最后在换衣间里面碰面 正准备开始第一次购物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点心不在焉 我就问他 你还好吗 他说 事实上我刚刚看过医生 被告知我第二次患上乳癌 然后我们就坐着互相看着对方 我说 我们今天可以不购物 改天也行 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 这是我的一切 也是唯一能鼓舞我朝前看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时尚不仅仅是穿着 也能在最糟糕的时候鼓舞你 我认为华盛顿不仅有政治 有时尚 食物也好吃了很多 剧院也在变好 我想我们不仅仅是个政治城市 也是个现代城市 多元化的大都会 我觉得米歇尔奥巴马将时尚元素 带入了这座城市 劳拉布什的风格很好 但是她更偏向保守 米歇尔奥巴马正在展示出 她是个漂亮独特的女人 她也把自己打扮成那样 这也鼓励了这座城市的其他女性 学会借助时尚来表达自己 福布斯和华盛顿时尚杂志 都曾报道过Terra 华盛顿邮报 各大时尚网站 电视节目 都曾邀请过Terra 介绍新潮的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的模特Jessica 幸运地获得了一次 面对面的机会 来找到她自己的时尚风格 我想知道怎么样选择正确的衣服 适合我自己正确的身材 所以你选择了这件衣服 我们都喜欢 真是可爱 这个型穿在你身上会很好看 衣服又很合身 但是有些宽松 所以很能显出你的型 然后我要让它更有趣 性感还有年轻 因为这就是你 我想再配上这个短皮衣吧 对于Terra来说 帽子 尾巾 手带 这样的配件 都能定义出你的风格 然后戴一顶帽子 可以鞋带 配上你的脸型 这个角度非常漂亮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这就把你藏起来了 现在我可以看到帽子下面 你漂亮的脸了 作为一个个人时尚设计师 你感到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最有意义的是看到我的顾客们在镜子里看起来很漂亮很完美 男士都很英俊 他们刚来的时候会喘喘不安 万一我到底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最后看到整体效果 他们就会对自己很有自信 我觉得这很有趣 我看到他们会很满足 充满成就感 你看看他们会很享受 谢谢观看